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着配置难道国产车是要腾飞的节奏 这款国产新能源车就是正道GT 这款车最早出现在日内瓦车展上 从外观上来看 这款正道GT简直就是将科技感 时尚感与前卫化做到了极致 霸气的前脸积极格栅与车灯完美的融合 看起来像是带了一抹坏笑一样 流线型的车身将跑车的魅力无限放大 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款车还加入了欧易车门 并且取消了冰柱设计 内饰方面也是有着非常强大的吸引力 米色与黑色的撞击有着非常不错的视觉冲击力 不规则型的方向盘加上副驾驶超大的屏幕 简直就是玩转前卫科技 并且所有的座椅全部采用了独立式的舒适感 绝对没话说 除了如此亮眼的外观以外呢 最让大家关注的莫过于正道号称的石墨烯电池了 说起石墨烯电池它的整体密度呢 要高于普通锂电池的5到10倍左右 也就是说同样的电量 它可以做到续航高于锂电池 除此之外呢 更是解决了新能源汽车最大的充电问题 可以极大的减少充电所耗费的时长 但是呢 由于在车展上呢 正道公司啊 对于石墨烯电池的信息并未提到 所以呢 对于所谓的续航超过1000千米量产后 能否达到谁都不知道 但是呢 通过这些配置可以看出 国产新能源汽车呢 还是有着非常好的发展前景的 请不吝点赞 哦 谢谢大家